5G现在确实非常热 我们国家25个省市区正在进行网络试点 央视去年的春晚和今年的两会都采用了5G进行传送 可以说即将进入5G新时代进入5G元年 说到5G就不得不说5G中断 5G中断有两种 一种我们形象化的称之为鸡 一种是称之为猫 所谓鸡指5G手机 5G手机长得和大家现在手里的4G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它的速度却是4G的好几倍 下载一部1G左右的高清大片只需要3秒钟 如果我们把过去4G比喻成一条普通的道路 那么5G则是一条更加宽广 更加立体的高速公路 5G的另外一种终端称之为猫 也叫5G路由器 它可以连接咱们的家里面的 办公室的 各行各业的所有的智能终端 我们设想一种场景 清晨我们5G路由器 悦耳的声音叫醒你 然后感知你在床垫上翻动的次数 感知你的睡眠质量 然后连接咖啡机自动给你 承送一杯浓淡相宜的咖啡 在你喝完咖啡 吃完早餐之后 自动的帮你预约一台无人驾驶汽车 自动的帮你规划一条最不拥堵的路线 那么到达办公室 一样的利用5G网络 视频 虚拟现实技术 召开一个远程的会议 深如其境 如果会议期间 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有一个快递 没有关系 你只需要轻轻的按动一下 手机上的按钮 那么你的窗子会自动开启 无人飞机会带着你的快递 经过窗子飞到你的办公室 可以说5G不仅仅快 而且非常智能 5G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业 改变我们的社会 助理中国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既然5G这么好 大家一定关心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那么下半年 5G手机会零星的上市 大规模的 要等到明年两会这个时候 届时 大家就可以享受到 高带宽 高质量 高体验 高智能的5G业务 助理我们实现 美好生活的向往 谢谢